歡迎收看4月16日星期二 明報溫哥華5時半新聞 先看看今天有什麼新聞提搖 溫哥華咪標收費1分鐘只有12秒? 師傅和大家計算一下數 每一萬個中國簽證就有16個 在抵達加拿大之後申請難民庇護 省庫宣布護士911緊急任務調派人員 因工作引起心理創傷都可以申請工商 在溫哥華拍咪標位真的要打醒12分精神 因為咪標上的1分鐘未必真是1分鐘 最近在Instagram就有網友上載一條在Robinson家拍的片 在片看到網友一隻手拿著手機準備計時 另一隻手就將一個10仙的銀放入咪標 咪標的顯示剩餘時間是2分鐘 但是當咪標顯示剩下1分鐘的時候 手機的計時器竟然顯示只是過了12秒左右 難道咪標所謂的1分鐘原來只有12秒? 在這個時候溫士發言人就和大家上了一堂數學課 他說在Robinson街拍車收費是每小時5元 除開就是每分鐘大約8仙 換言之如果你入了10仙 你的拍車時間就是1分鐘012秒 但是咪標顯示不到那麼準確 所以就顯示了2分鐘了 所以各位司機拍車的時候真的要計清楚 不是就吃牛肉乾了 中國是申請加拿大臨時居民簽證最多的來源國之一 在2016年的時候 有高達49萬宗臨時居民簽證申請 當中有822人在抵達加拿大之後提出難民庇護 比例佔到0.16% 亦是說每1萬人當中就有16人 這個比率被移民部稱之為風險率 從這個數字就可以了解 來源國申請難民機會的高低 移民律師Steven Murrens 向移民部取得的報告顯示 北京發出簽證申請被護的人數 由2014年的499人 2015年的663人 增加到2016年的681人 這個比率 由2014年的時候0.16% 增加到2016年的0.21% 而香港簽證辦事處發出的短期簽證 就只有0.06% 在入境後申請難民庇護 産夫今天宣布 護士、911緊急任務調派人員等 當出現工作引起的心理創傷 PTSD之後 亦都可以申請工商賠償 産夫先前已將警察、消防員、救護員、 停警、懲教人員的心理創傷 立入工商賠償範圍 BC護士公會對這項宣布表示歡迎 指出多年來護士不時遭受暴力對待 亦都要面對自殺等突然出現的死亡事故 承擔巨大的心理壓力 溫哥華明天天預測下雨 氣溫9度至12度 下雨機會70% 接著看看加東和香港新聞 加拿大的家長注意了 來買給小朋友的玩具 可能有道 甚至會影響他的智力發展 一份針對在加拿大出售 使用回收塑膠製造產品的化驗報告顯示 在兒童玩具中 含有一種有毒物質 這種污染物 一早是2004年就已經禁用 但因特殊原因 加拿大可用到2030年 由於這些含毒廢料 會擾亂人類的荷爾蒙系統 阻礙神經系統發展 和兒童智力發展 由環保團體 便建議加拿大政府 盡快停止回收 聯邦自由黨政府 早前在推動大麻核佛法的同時 也順勢大大握標示 會被警隊有力的工具 以便與其執法 防止麻將 但用來測試大麻的儀器 現在令到前線員工難以執法 在Nova Scotia 一位使用了用大麻 已經有8年的長期病患者 在某天晚上駕駛期間 被警方折停了大麻測試 他被測試而 檢測他體內的THC 大麻精神活性成分超標 直接吊燒了他的駕照 這樣的做法 除了那個司機認為有問題 前線警員 也對於檢測結果 無靈良害的儀器很不喜歡 有地區警察還說 大多數警隊都沒有錯用這款檢測椅 因為擔心依據他提出的檢控 會被法官質疑 甚至被當庭示笑控罪 許智安和黃森永 兩人的親密片段 是由一名的士司機流出 據了解 一人用了40萬 賣給傳媒 對於在的士上高 安裝攝錄裝線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工處就說 如果用了識別個別乘客身份 以及用於收集資料目的以外的用途 例如在互聯網披露等 做法本質上 已經屬於侵犯乘客個人資料的私隱 也有可能違法私隱條例下的資料收集 以及使用原則 特首林鄭月娥今天回應收訂逃犯條例 她重申 修例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提供法律基礎處理台灣的殺人案 第二個原因 是堵塞現時移交逃犯的制度漏洞 其中前者具迫切性 如果未能和時間競賽 就無法提供法內基礎移交逃犯 會出現大家都不想見到的結局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許慈安就出軌事件舉行記者會 他開始就90度鞠躬 便走便趕 首先就今天記者會的目的是 真的很想親口衷心 跟大家說自己不知道 我又要為我叫家人 我想要來跟她講 真的要給她的帶來 昨天親我去 賣澳婷的帝路 因為自己做了 一件不可理好 不被原諒的事 而是一個錯 我深深地去反思自己 我是一個 丑惡 所以我今天是來到這裡 在這裡是想承擔我的責任 我那天的確是喝了很多很多酒 但是我覺得喝著酒 絕對不是一個藉口退化了這麼重的事 我非常後悔 而且很難接對自己 而且接受不了自己 看到寶寶之後 我覺得自己很丟臉 沒錯 很同意 很誘心 很陌生 我有深刻的反思覺得 為什麼不可以控制自己 他犯這個錯誤 起了這個食心 在承擔這個責任那裏 我覺得我要分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是 從現在開始我會暫停所有自己的工作 直到找回一個真正的自己 也就是正確的自己 去重新去檢視自己 去控造人 第二個部份 第二個部份是 在我的心情上面 我覺得自己不知所謂 因為我的錯誤 因為我的行為 而令到我身邊所有愛我個人 承受一宗 這麼大的壓力和痛苦 我希望在理解的日子裏面 把所有被我整傷過 整痛的人都可以很好 這個報道令我深刻的反思 你知道我其實最錯的地方是 就是失了我自己 最後我要再一次跟所有愛我的人說一聲 我令到你們立憾 我做錯了 其實我對這些聲音 對貼有最後一節 我也不知能不能去後den 走自己的路 我這一刻是沒有了靈魂的 我是一個懷想的人 希望大家可以給世界運載我自己 最後再一次 和所有的朋友說聲對不起 明報溫光華5時半新聞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